请坐 今天就拿不少 看了我们格务 平易认为有原则中荣性 今天还是农历十四号 我就跟原地啊 跟大家拜个年 大家新年好 新年好 那么我特地啊 去学了一句 吴隆瑜 我跟大家问候一声 吴隆仁 民呼 民善 对不对 吴隆仁 民善 大家新年好 那么我们现在进行这个调查这个程序 那么我们还是照程序来 首先也要感谢三位教授愿意来帮忙我们到这个地方来 给我们提供一些高见协助 那么也感谢这个原委会的这个主任委员特任官 这个便利来这里表示对这个案子的重视 那我们这个人别讯问我已经都拿到身份资料了 那我们也都刚刚已经有先核对过了 我们这个程序我们还是把它完备了 因为牵涉到个人的隐私权等等 所以就不用这个播音上广 那么我现在看完了 大致我都 这个身份证件还给你们 谢谢 那首先 我要报告一下 我们这个案子是采行网络的直播方式 在我们最高法院是第一次办理 因为有涉及到隐私 个资 还有安全 所以呢 我们有这些的顾虑 所以才用光是用声音 还有文字图片的方式来呈现 不拍摄 不拍摄 发言者的影像 这个由 我们原来有四位专家愿意来 但最后有一位 管具 就可以证明说 这里头 背后有一个复杂性 有一个复杂性 也许啊 不能完全符合大家的期盼 认为说 这样好像为德不足 不够 不过 还请多包涵 我们是第一次 所以踏出的第一步 希望是很稳健的 这是首先我要说明的 其次呢 关于非常上述的案件啊 依照刑事诉讼法444条的规定啊 是不经延迟辩论为之的 所以今天的这个庭期 所进行的 是法律适用争议的调查程序 那么先前有人误会了 我以为是个辩论 所以我要在这里再澄清一下 还有呢 依照刑事诉讼法的441条规定 非常上述的提起 是专属于 最高法院检察署 检察总长的职责 现在总长是我的高中同学 我一直都很敬佩他 那么不过 我国跟日本的法律啊 是不相同的 总长既然为当事人的一照 应该要亲自道庭来执行职务 纵然有不同的意见 仍然应该以知识 诉讼程序指挥的审判长 还有我们所属的这个 何怡婷的见解为准 不过 我们看到总长也非常负责 找了三位都非常优秀的检察官 有的还是我的同学 那么为了避免问题失交 我们就不再 而且也不会妨害程序进行的公开透明公正 所以我们给他尊重 那有关于本件的当事人两兆立场其实是一致的 没有互相攻击防御的一个问题存在 我们本何怡婷的全员都已经详细的 阅析了相关的书状文献 虽然有两位专家是昨天才把资料送给我 不过我们也是很认真地把它看完了 那么所以等一下发言的时候 就不要重复的 因为有很多的重复的问题 重复的这个意见 那希望呢不要重复来节省时间 其中辩方这边手提的 树状内容还跟在座的这些教授所提的报告意见 有的是完全相同 所以这一部分啊 相同的部分 我拜托大律师你们就不要提吧 由专家来提可以吗 是 那么为了 让我们的这个收音转播的效果比较理想 我想请各位发言者 尽量适当地用这个麦克风 适当地用 那么其他人员在旁听 不要中间插话 包括在场的这里头的这些人 别人讲话的时候不要插话 那么甚至也不要高声宣话 我们这里是公正的 一定是公正的 那么虽然可以轻松 但是还是要注意法庭庄严县 跟秩序好不好 这是我的要求 那么我现在就开始 请我们的寿命法官 我们寿命法官是 徐锦严法官 他是非常优秀的法官 我们请这个许法官 来先提供本件的争议要指 我用的是提供争议要指 就是报告这个 这个党图 这个书面报告进行程序 进行辩论程序 这是调查程序 我来说明一下 所以说提供争议要指 好 请许法官 我先报告这个本件 原确定判决认定这个犯罪事实 因为我们这个会长上书记 是以原确定判决认定的事实为准 这个确定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是说 被告王光路是这个布隆主任这位名 他在民国102年7月间 在这个台东县 海端乡农泉部落 临班地的河床上面 捡到不想信民的人 遗失了一只这个土造长将 这个土造长将里面包含那个瞄准镜 还有母科这个子弹 他就明知道说这个枪弹具有杀伤力 就给他减实或侵占而己有 非法处有 然后在这个同年也就是102年的这个8月24号晚上 他就拿这个枪弹 前往同上部落的这个农泉部落的这个 另一个临班地呢 就狩猎狩猎射杀的保育类野生动物 山江还有长中山梁各一只 这个枪跟动物的影片 请那个可以展示一下 大家看一下 我们都有 可以这样才是吗 对 学说 不管我的 感谢观看 那这个被告对以上所讲的这些客观事实 他在这个警察局警循 警察官侦查 还有这个法院历审审理中都是 全部坦诚不会 他只是在侦查中有讲说 因为他去河川这个抓虾 捡到这个枪弹 因为他妈妈这个九十几岁 爱吃这个山残 他还是打类 这个侦查中这样讲 那在第一审他就讲说 这个母亲没有牙齿 想要用这个蹲汤的方式来 来蹲啊 处理这些类物 那到第二审 他又讲说 他是去游泳的时候 捡到这些枪弹 他前后的辩解是这样 那这个在整个这个侦查 跟审判程序当中 都有 他都有这个显认的律师在场 帮他协助辩护 所以他只是争指说 这个枪弹的部分 是属于他生活工具所使用 符合这个除罪的规定 那对于这个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的部分 他那是一再的这个都在认罪 那后来这个确定的中确定判决 就判他两个大罪 一个就是违反枪炮烂料刀卷管制条例 一个是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 那这个枪炮条例部分 当然当然是一行为出犯输罪云 刑法55条从一中 因为它里面有包括刑法侵占余事务 非法持有这个枪支子弹三个罪 那一行为55条就从一中 想象性有从一中也是 论理非法持有枪支罪 那非法持有枪支罪部分就被判了三年 有期徒刑三年两个月 违反野生动物保护部分就判七个月 那缘确定判决的合并给他定职绩 三年六个月 这个是简单的这个整个犯罪的案情 那这本件非常检察中长非常上述 他所争议的这个问题 他有好几件这个还有补充理由很多 我们归纳结果大概有两个大重点 他提出了非常上述理由 争议的法律问题 第一个就是枪炮丹药刀借管理 展示条例第二十条第一项 第二项 所规定管理原住民住住列枪 工作生活工具 这些除罪免责要件是不是应该给他放宽解释 不应该这组一品这个枪炮丹药刀借许可 管理办法 违准这个应该是警政署关部 这个财汉原住民基本法第二三条第三十条 关于尊重原住民民主自主 自治 获得他的同意 保障前一的新规定 一此才相适合 第一个疑问是这样 第二个问题是 野生动物保育法第二十一条之一 有关于猎捕野生动物的这个禁制规定 它是这个属于这个旧规定 新规定是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条 这是新规范 那原住民基本法是符合 联合国宪章经济社会文化权力国际公约 还有公民及政治权力国际公约 唯纳宣言和行动纲言 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力宣言等一职 是否应该说优先诉用这个后法 他们就论论说应该优先诉用原住民基本法 这个就是检查中长提议会上上述的主要问题所在 简单报告老师 我们之所以由受命法官做个报告 是因为我怕旁听的人不了解案情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程序 一边进行一边把有关的事实 跟法律的征典这样带出来 就是我们的用意是这样子的 那么关于被告如何 食货细争的枪弹 还有猎杀了两只相对大型的保育类野生动物 是否确实要顿足凤阳年老没有牙齿的母亲 这样子认定有没有符合客观存在的经验法则论理法则 因为是属于事实的认定范围 不在今天我们这个非常上述 所只能审查实体法律适用 是否妥适的这个范围 这个我要说明的 那么现在我还是想请检方 来检要的 检要的 陈述非常上述的议职 不晓得哪一位检察官要代表 请逐检察官 谢谢庭上召开这一次的调查程序 让我们有机会更完整的 把我们非常上述的议职来说明 那么我简单的 基以下列三个理由 我们认为原判决有适用法则不当的违背法令 第一个是原住民基于狩猎文化 持有改造的枪来猎捕保育类的野生动物行为 这个是受宪法跟国际公约保障的 少数民族文化生活权 还有文化的发展权 自治权 自主权等等 这些基本的人权的内涵 所以政府还有司法机关 都应该遵守它的传统文化 不得任意造罚司法 致使它既传统狩猎文化 生活的行为变成不法的行为 否则就有适用法则不当的违法 那么这个论点的依据是 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国宪法修正条文 第十条第十一项的规定 国家应肯定多元文化 积极维护 还要发展原住民文化 那为了维护跟发展原住民文化 这个是属于少数种族的权利 他规定 他规定 凡是有少数种子的国家 对于这种少数团体的人 跟他的分子 共同享有 固有文化的权利 不能剥夺 那么为了满足 本条国家的义务 公约第二十三号 第六点的解释 他说 国家必须采取积极的把握措施 去确保 这项权利的存在跟行使 那么不仅国家不能侵害 这个他们的 这个传统文化的行为 还要保护不被其他人所侵害 那么同号的意见书 第七点更进一步说明 当国家的行政跟政策 有可能侵害到原住民 基于二十七条的文化权利的时候 必须要建立一个机制 来确保原住民有效 参与该决策的过程 所以从这样子的宪法的规定 跟联合国的国际公约的规定 我们可以知道 保障原住民主文化权的法力位阶 是在宪法跟国际公约保障的权利性质 不是政府机关可以用 立法权或行政权就任意造法 或司法变更的 第二个要从原住民的狩猎 从这个宪法保障的内涵 他的权利内涵有四 有四个权利内涵 第一个内涵是原住民的狩猎权 是经经济社会文化 国际公约第15条 第一项A款所保障的文化参与权 也就是说原住民他可以 按照自己的意愿 参与他的传统民主文化 那么对原住民来说 狩猎捕鱼采集是他们的独特生活方式 也是他们的维生手段 而森林的动植物也是他们 维生的重要资源 因此禁止原住民用传统方式打猎 限制烈得的动植物去换取他们原住民 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 这就是等于违法侵犯的原住民的集体基本人权 这个是国际公约所规定的 所以联合国在206年的原住民权利先言 第20条规定 这个文化参与权的内涵 这个他明示了 就是原住民有权维护 发展他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 有权享用自己谋生和发展的手段 有权从事一切传统及其他经济活动 假如这些权利被剥夺了 他的谋生跟发展手段 那么原住民有权要求政府公正或公平的补偿 也就是说 除非已经获得公正或公平的补偿 稍等一下好不好 补偿的部分不在我们这个范围 是 我就是要强调 剪掉的陈述好不好 第二个就是原住民的这个改造枪支的这个权利 他是属于原住民这个宣言第11条的文化发展权 所以原住民他可以有权利去信守跟振兴他的传统文化 那么可以保留跟发展他过去 现在未来的形式 所以他的枪支的制造 他不是可以只是为了维持传统 不准他发展新的东西 所以有人讲说既然有打火机 就不应该要求原住民只能赚目取火 那么以美国印第安人的狩猎为例 他也认为 不会将印第安人的狩猎工具 限制在19世纪的工具 那么第三点 原住民的狩猎权是联合国保障的自决权 原住民主的自决权 自治权 自助权的延伸 所以在联合国的原住民宣言有规定 基于自治权跟自助权 所有限制 立法 规范 他们的这个原住民的权利的 都要征得他们的同意 还有参与 那这样制定出来的法律 才是有效的法律 那第四点 就是原住民的狩猎权 是他的固有的生存权 不是法律授予的权利 那么这个在美国最高法院 1979年的 华盛顿一案当中 他也认为原住民的狩猎权 是这个维系起生文化的一种特殊权利 那么是不是国家所赋予印第安人的权利 而是他们早在国家存在之前 就以身既有的权利 所以具体的来说 在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美国对原住民主的狩猎权的保护 他是基于自治权 土地权 生存人的原生出来的 所以他的内涵 包括狩猎的地区 他可以不只是在他的保护区 保护区外的遗产 他传统的这个活动的领域 都有狩猎权 就猎杀的动物跟用途来讲 他也认为 这个是原住民的 为赖以为生的权利 跟工具 那么政府不能够限制 所以他不以自用为限 也包含了商业用途 这是美国的 另外是打猎方法的限制 他也不限制在保留区 那么唯一限制打猎的方式的 就是他们的部落法 所以政府不能制定法律 要求原住民只能怎么样打猎 这是美国法的这个精神是这样 因为印第安人的权利 他们认为这个狩猎权呢 政府不能够 除非有明白跟无正义的理由 否则不能够擅自以立法 或者是行政命令 来消灭这种权利 那么这个就是原住民受猎权 受到宪法 还有受到国际公约保障 它的内涵 既有这四个特质 也就是我再强调一下 就是文化的参与权 文化的发展权 它是一种自治权 自主权 以及生存权 不是政府给的权利 是以身既有的权利 那这个四项的权利本质 就是联合国公约 跟我们献法保障 原住民权利的内涵 是这样子的 那么中上我们可以看到 原住民主既传统文化 既以自用的要求 用自制的猎枪 来猎杀 以动物的本质 这个是一种献法 跟联合国公约保障的 原住民集体权 所以原住民基本法 第四条规定的 原住民的在原住民地区 依法从事猎捕野生动物的依法 是指宪法 跟国际公约的 立法的精神的法 而不是我们现在所定的 野生动物保障法 或者是枪弹 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才谈 这个原住民基本法 基于这个 一线法跟国际公约保障的 狩猎权的本质 和它的权力内涵 所以我们在原住民基本法 第21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 那么要规范原住民狩猎 还有这个使用枪械的法律 一定要经过征询 并取得原住民组 或部落同意或参与 这样所制定出来的法规 才对原住民有效 那么这是原住民基本法 21条非常明昧的规定 另外在34条更是清楚的讲 假如政府主管机关在3年后 没有根据这样的立法原则 来修订废职 或者是重新制定相关的法令的话 那么就应该依照这样的原则做解释 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 我们现行的野生动物保育法 跟枪判条例 跟相关的法规 这个如果没有依照原住民基本法 第21条、30条、34条的规定 经过原住民组的同意 参与、征询的这些程序 对原住民来讲 这个法律就不是适用 以他们打猎 或者是使用枪械的法律 那这个是联合国跟宪法保障 原住民狩猎权的精神 那这个 那么原判决对这一点 可能没有考虑到 那我们认为 这个是可能原判决在试用法则 有错误的地方 那以上报告 谢谢 请辩方律师来表示一件 我刚刚听到的 其实都在上述旅游书 书章里头都有啦 我今天的重点是要听专家的意见 所以你们等一下发言 尽量短一点好不好 是 你们要看还会先 不是你们就是还会 我们有个PPT档是要用PPT档来做 我们有做一个PowerPoint来 来做说明 可以 但是要简短一点 是 要用那么多时间好不好 是是是 报告庭上 除了我们这个虔诚的意见 我们不在于这个赘述以外 我们就以这个 这一次开庭 我们所提出来的意见 来做补充说明 首先 在本件有一个 有一个法律问题 可能没有 没有被这个发掘出来 也就是说有关于原住民主基本法 第十九条跟第二十条 第一条规定的适用关系 这个原住民可不可以用自己的 按照自己的传统法律 或者是惯息 来对于自己传统领域的土地 自然资源能够做支配 在这个美国 澳洲 还是这个加拿大 经过承认的这种形式 政府承认的形式 承认原住民可以 这个依自己的这个惯息 或者是法律 来对于自己的土地 跟这个自然资源 来进行这个支配 构成了一个 一个权力的一个规范 按照目前 这个澳洲跟这个 加拿大的这个 实务上的这个这个见解 以及澳洲的这个原住民族 土地权法的这个规定 原住民的这个土地权呢 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权力的这个依据 不是国家的法律 而是原住民自己本身的这个 原住民的这个习惯 经由国家法律的 经由政府的这个承认行为 将原住民的这个法律 纳为这个 让原住民的这个传统的这个 法律跟习惯 这个取得在我们这个法治的这个 这个正当性跟合法性的这个 这个法地位 换句话说 透过政府的承认行为 原住民至少在这个原住民土地权 以及自然资源权的这个部分 原住民的这个传统法律 跟这个传统的这个习惯 构成国家法的一部分 来共同这个规范原住民土地 跟这个自然资源的这个情况 基于这一点 我们认为在这个原住民基本法 第十九第二十条的立法理由里头 基本上它就宣明了 在这个原住民基本法 第二十条第一项的立法理由就讲到了 以原住民主定义 得知国家建立之前原住之前 原住民主既已存在 是以国际间各国均尊重原住民主既有管辖权 以及对于依附在它的领域管辖权 所延伸的原住民主土地 及自然资源的这个权利 也予以这个承认 所以在这个原住民基本法 第二十条第一项就规定了 政府这个承认原住民土地 及自然资源的这个权利 假设是如果在法律上的这个解释是如此的话 那么原住民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法律 或者是习惯经由原住民主 这个但是在英美法系 由于Title 它不只土地本身的权利 涵盖了土地上面自然资源 有关植物采集 以及动物这个类谱的这些权利 那么跟我们法治不同 所以特别在我们 我们这个原住民基本法 第二十条第一项 予以分别列举 跟我国的这个福 这个分别列举土地 跟这个自然资源 予以分别列举 假设是如此的话 那么这个原住民主基本法 第十九条第一项 所规定的这个依法从事 我们孤不论 到底是原住民主基本法 第十九条第一项 跟这个动物保育法 第二十一条的这个 这个关联的这个关系 至少如果经由这个原住民基本法 第二十条的这个 二十条第一项的承认的话 那么至少在原住民 这个在狩猎 或者是在植物采集的方面 原住民主的这个传统习惯 跟这个传统的这个关系 自然也成为国家的法律的一部分 所谓的依法从事 这个法自然也应该涵盖 原住民的这个传统跟习惯 就这一点 本件的被告 这个按照这个原审 确定的这个事实来看的话 这个他是基于他自己 他的自己的这个 所属的这个部落的这个传统领域里头 按照自己所属的这个 自己所属的这个部落的这个 关系或者是他们的法律 来进行这个狩猎的这个活动 应该是属于原住民主基本法 第20条的这个权力的行为 就此部分 原审判决 这个论以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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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法 这个 受雷 的这个罪责 我们觉得 因因数不大 请停上针手 陈前就是 林静伟律师 陈前就是在 呈这个 刚刚林长征律师 所提的部分 那我们认为说 这个正当法律的一个程序 是法治国基本的原则 那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有关于原住民基本法 19条20条的一个 交互的一个使用跟适用 那在这个 野生动物保育法 第21条之一 跟第51条之一的原住民 基于传统文化跟记忆 需要 猎捕 宰杀 利用野生动物管理办法 也就是这个 101年6月6号 这个 原委会所 提出 所颁布的一个命令 这个部分 我们认为说 对原住民族狩猎权的限制 是不符合 宪法保障的一个正当程序 下一月 那 在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野生动物 管理办法 是在民国93年 2月4号 所订立的 但是原住民基本法 是在94年2月5号 公布生肖的法律 那我们认为说 有新法 优于旧法 而且我们认为原住民基本法 是一个新法 那关于资商同意权的行使 在原住民基本法19条的规定里面 原住民得在原住民族地区 依法从事这个猎捕野生动物的法律 那同法21条第4项也有一个授权的规定 就是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 颁定资商 及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的同意 或参与的方式的办法后 经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 逐一跟原住民族协商 并取得各该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参与后 与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 共同制定一个猎捕野生规范 那所以这个前提就是说 我们要跟原住民族协商并取得同意 这样的规范才可以作为原住民族基本法 这一切好像跟郑大教授的方道一样 好好我简短 好好是那资商同意权2号 那再来就是第二个部分 就是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认为说 在依据这个原住民法 这里的规定 没有在 34条没有在3年内修正 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有备于这个宪法征修条文 跟原住民族基本法 所定的这个政党法律程序 那原住民委员会在这个105年12月19号 其实他有一个发文字号给军院 其实里面就有肯认说 在这个野生动物保育法 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宰杀 管理办法里面 第21条第2项的规定办理 那在依原住民基本法19条的一个规定 原住民得在原住民地区从事 非管制的猎捕野生动物 所以呢 原民会就是另外一个农委会的韩氏也有提 原民会可以用原基法在4条第2项 将原住民族地区非盈利自用的猎捕 纳入野保法21条适用的范围 那逐步建构这个 原住民族狩猎的行为 之法律环境 我想这个部分军院在眷内都已经有看到 就是两个行政单位给军院的一个函 其实是有承认说他们之前这样子的立法 立法的过程是有一些不足或是输 或是疏漏的地方 那原住民法基于 野生动物保育法这个部分 我们一样就是对原住民而言 要落实宪法征修条文第11条跟12条 原住民条款的保障文化而设置 那我们认为说 应视为这个宪法的一个施行法 具有这个宪法基本权利的位阶跟性质 所以所有实施原住民族 基本的执法或其他法律的一个修正制定 废止或解释呢 都应该遵循原住民族权利概念的保障 不得任意违背 那其实这个部分呢 其实也跟这个原住民族专精的一个教授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明 在其著作里面都有 那对于本件的部分 我们认为说原住民族财捕 野生动物的许可规范 不应该只以野生动物保育法为依据 应该以原住民基本法优先适用 所以原判决 依这个野生动物保育法第41条判决被告 这个王光路有罪 显然有备于这个 之前的这个宪法征修条文 跟原住民族基本法 规定正常法律程序保障的规范意识 所以我们认为有适用法则不当之违法 等一下 接下来是有关于枪炮弹药到血管制条例等等的微物 这张照片事实上可以看出来 以前其实原住民狩猎事实上是使用致死的猎枪 对对 ok 好那九十年的时候 事实上已经把枪炮条例 把原住民持有自治猎枪 持有以及自治猎枪 供生活工具之用 处罪化 立法目的应该是在维护 并保障原住民族之狩猎文化生活 而不是承认或者是创设原住民有自治猎枪之文化或生活灌束 那102年台上自军院的5093号判决 事实上也把自治猎枪的一个定义其实做得非常的清楚 主要是自治猎枪的部分是指供生活所需之用 而自行制造该条例第四条 具有猎枪性能 只可发射金属或子弹 具有烧香力之枪枝 子弹的部分事实上是隐藏性的构成要件 为枪枝结构功能不可分割这部分 供生活所需之用 应该要做适度的放宽 不应该是以专事狩猎为生活 以狩猎为生活为主要内容为限 那自治猎枪的要件 由上开的一个最高法院的判决里面 事实上看得很清楚 供生活所需之用 第二要件必须要不得逾越猎枪的一个性能 那前项是第一个是主要要件的处罪化 后者是兼对客观法秩序 以及社会秩序的一些影响上面做一些特定的限制 所以自治猎枪本身的形式跟结构 不是该条规范保护或限制的对象 那子弹或者是火药的方式填充的方式 事实上也没有限制 所以前堂跟后堂其实都包括在内 那我们会认为二十条应该判断 首先的应该是以生活工具为最最优先判断 因为其实重点是人不是枪 重点是谁拿了这个枪 而不是这个枪枝的本身的结构 那原住民拿这个枪 事实上主要是为了要狩猎使用 而不是拿来作为犯罪的工具 那我们认为只要是生活工具使用的话 我觉得这是唯一 必须要优先判断的一个标准 那另外一个部分的是原省判决 必须要依照原住民生活文化的需要制造 或者是所允许的方式 既收获取得作免责的腰间 事实上是违反罪行法定主义 因为枪包条例二十条事实上并没有规定 那我觉得如果按照原省的一个判断的话 边方这边是认为如果按照文化生活需要来制造的话 事实上制造一个安全无语 而且能够达到狩猎之目的的猎枪 事实上也是符合文化生活的需要 而且族人事实上要的是一支很安全的枪 而且可以打死三株的枪 现在的枪事实上是非常非常 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是很危险 而且事实上对于狩猎这几个活动来讲的话 事实上没有办法 很常常是没有办法一枪毙命的 那这部分事实上我觉得如果按照文化生活需要的解释的话 制造或者是持有一个安全的枪支 我想这是符合枪炮条例二十条规定的一个立法的意志 另外一个部分文化生活需要的部分 把它限制在某一些文化某一些历史的脉络里面 事实上是有点违反 我们是认为违反经验跟论理法则的 因为其实枪炮条例七十二年以前 其实狩猎使用的枪支都是自制 都是自制的猎枪都是兵工厂出来的 是因为枪炮条例七十二年过后才被警政署这边来做一个追缴的动作 那所以说主人不得已才变成要用现在这个自己制造的一个猎枪来使用 那这次猎枪的子弹呢 原省是认为应该要以自制的子弹的为范畴 而且应该是说自制的子弹 原省是认为应该是火腰跟弹头分开装填的一个子弹 但是如果以这个方式来做解释的话 我想前堂枪应该是火腰跟弹头一起装填吧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子弹装填的方式 辩方这边认为应该是没有所谓的限制 那一零二年五零九三号判决事实上也讲得非常清楚 产生非常的明白 那所以原省的判决里面 事实上是增加法律所无之限制 而且违反罪行法定主义的 那我们要说的是所谓的火药跟 所谓的子弹是火药敌火跟弹头合一的定装弹 那强暴条例的管理办法二十 第二条有关于自制猎枪所使用 所允许使用的一个牵直的弹丸 这军院我有带来 牵直的弹丸 还有一些他们有强暴条例管理办法里面 管理办法里面有把原住民可以使用的一个子弹 把它设定在所谓的牵直弹丸甚至是玻璃片 那这样的一个定义事实上 在管理办法里面是叫做填充物 它不叫子弹 所以说原省判决把它认定为填充自制子弹 是子弹 弹头跟火药分离的状况 我想这是可能是有点错误的一个见解 那而且银行就是原住民主只能使用落后 且不安全的裂枪来狩猎 而且跟两公约的人人有权享受进步生活 第十五条的部分相违背 那我这边刚好也有把竹人手上有的东西 我把它抛出来 所谓的左边的部分是所谓的敌火 也就是说管理办法允许竹人使用的敌火 右边的是火药 也就是说竹人通常都是使用鞭炮的火药 就是自制猎枪的火药 那其实这种火药原则上是对于枪管的那个是会腐蚀 所以枪管上面很容易就会有糖炸的状况 下面是所谓的牵直的弹丸 是填充物 这些都不是管制物品何来用自制猎枪用二十条来给予除罪 所以这部分可能在认定的事实的部分有违背法令之处 那枪支机械的原理的部分 我们如果认为说发射金属跟子弹是枪支的一个基本的性能跟特征 那自制猎枪与自制猎枪是两个并没有不同 我们如果认为竹人的枪支可以使用自制的猎枪的话 不是我们所谓的自制的 可以使用自制的子弹不是所谓的自制猎枪 那事实上如果竹人可以把它拿一个自制的铜弹壳 然后填充火药跟刚刚所谓的铅碗的时候 事实上也是可以填充所谓的自制子弹 那这部分可能有一些经验法则 以及论理法则之违背 那我们是认为是说 这部分可能判决违背违法的一个室友之一 那自制猎枪的定义上面有一些比较特别 就是他是以简易的 那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竹人在自制的一个猎枪的一个状况 那事实上他会跟工具有关系 因为我们竹人的使用的工具 他必须可能要有车床洗床 他才可以制造出比较好 比较安全的枪枝 但是事实上现在目前实务上 我们竹人可以拿到 并不一定可以拿得到这样的一个工具 那跟人工的技术上面是有关系 也是会有的有些不足的状况 所以原则上以现在的人工的技术 以及机器上面的有限性的话 事实上竹人也只是可以制造出 比较相对简易的性能的一个猎枪 那所以说两者是不一样 就法律适用 OK 好 事实的部分不要不好 好好 那好我在 因为我们是认为说原省 今天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觉得原省有一些认定事实 好好好 OK 好那所以说两者是两个是不一样的 那 那接下来是说简石就是持有的部分 我们就认为 辩方这边也是认为 也是在储作化范围里面 因为二十条规定的里面 其实有包含制造跟持有的部分 那所以说原省判决的部分 可能也把它认定必须要基于文化所允许的方式制造 或既受取得的部分 可能也会有一些违背法令持有之处 所以我们辩方这边是主张 被告所持有的主到猎枪 以及猎捕野生动物的行为 应该是符合现在的法律的规定 那请军院重新再做审作 那是被告一个无罪判决以上 谢谢 我想等一下的重点来了 那么要请三位法律专家给我们提供一些高见 那么顺序方面 我是不是可以请这个简便双方同意 比照我们法院做评议的时候 由之前的先发言 其次这个赤之前的 赤之身的 在最后由赤之身的 用这个方式好不好 可以吗 可以吗 那我就先请郑川儒助理教授 请你先跟我们提供高见好不好 好 审判长 各位法官 还有各位律师 检察官与会的工作人员 来宾还有听众大家好 早安 那我是郑川儒 目前任职于福恩大学法律学院 那今天很高兴能够担任 本件的专家意见 专家证人提供专家意见 那么先简要的讲述一下我的学经历 因为我之前2001年大学毕业之后 就直接出国深造 那么在美国陆续获得法律硕士 跟法学硕士跟法学博士的学位 我的主要研究领域一直是原住民的法律政策 那回国后这几年主要的研究的范围是原住民的身份认定 以及狩猎权的问题 那关于狩猎权的文章也列在这里 所以我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到本院 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的这几年的一点点的研究成果 好 那我接下来的报告内容呢就是 包括我之前提供给院方的书面报告 以及今天的口头报告内容 会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要回答最高法院的提问 那第二个部分是提供有关王光路案的法律意见 好 接下来的15分钟呢 我就简要的说明一下我的初步的研究意见 好 在我们进行第一个内容的回答之前呢 就是最高法院的书函里面呢列出了好几个问题 我将它们细分为八个小问题 那接下来会逐一的回答 那么在我开始一个一个回答这些问题的之前呢 有一个前提要件必须要先说明的就是 有关于两人权公约的法律位阶 我们知道呢在2009年立法院通过了 公民与政治权力国际公约跟经济社会文化权力国际公约实行法嘛 那么自从这个法律实行法通过之后呢 在学术界引起了一段一阵子争议 所以就是说这个两人权公约呢 它是国际人权公约嘛 它是国际条约 那么进入到国内法的时候 它的法律位阶到底是怎么样 是高于宪法等同于宪法 还是说低于宪法高于法律 引起了一段争执 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就直接讲解论 我们的目前的学术界的通说呢 是认为两公约它的位阶呢是等同于法律 是国会法律位阶的效力 具有国会法律位阶的效力 那么呢 这就会产生了两个结果 好 第一个结果是 既然两公约是等同于国会的法律 在施行法第二条里面有讲到 那么 法院就有适用的义务 这是一个重点 好 那么第二个 第二个重点是说 因为这个两公约它的立法目的 它是为了要提升国内人权保障的程度 这个人权公约它所讲的每一个基本人权 它都是对于人权保障的最低标准 而不是说绝对的标准 所以当我们的国内的法律保障程度 比较低的时候 我们就要跟着人权公约的规定走 但是假设我们的国内的人权保障的程度较高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不用理会两人权公约 是这样子的 好 这个前提要件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那么我就接下来 一一的来说明一下 就是回答最高法院所提出的八个小问题 好 第一个小问题是说 关于持有自治之列腔是否应符合 依照原住民文化之生活需要所制造 或者是原住民文化所允许之方式制造的要件 只能免责呢 好 我的初步意见是不用 好 原因有两个 好 第一个原因是 就文艺解释来看呢 这一个两个要件呢 并不是枪炮弹药刀卸管制条例 第二十条第一项的构成要件 那么根据 第二十条第一项的构成要件只有两个 就是自治 第二个是工作生活工具之用 这个跟最高检察总长所提出来的非常上度意见 是一致的 好 第二个原因呢 是源自于 好 第二个原因呢 是源自于公正公约了 就是这个生活工具呢 可能会包括 包括依文化生活需要 以及依经济生活需要 好 为什么会 我会这么说呢 我们公正公约第27条 是关于少数民族的文化权 那么金色文公约第15条 是关于人人有权参与文化生活 这两个条文呢 是跟原住民的文化权有 就是有直接关联的这两个条约 好 那么为什么我会说 生活工具可能会包括 依文化生活需要 跟依经济生活需要呢 好 一般来说 具有经济效益的经济活动呢 并不是文化权保障的内涵 那么但是根据 人权委员会针对其他的案件 相关的判决所做出来的决定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好 当一个经济活动 变成是少数民族 传统生活方式内的 基本要素的时候 所谓的基本要素就是 主要的维生方式的时候 它就会是文化权保障的内容 比如说北欧的萨米人 他们千百年来就是靠着 饲养巡鹿做维生 那么纽西兰的毛利人 他们就是用捕鱼来维生 所以对于北欧萨米人 跟纽西兰毛利人来说 虽然他们饲养巡鹿跟捕鱼 都是在做经济 具有经济效益的活动 都是在赚钱啦 白话来讲就是在赚钱 但是它其实也是文化权保障的内容 所以即使我们认为 原住民仅能以保障 传统文化的理由 进行狩猎的时候 那么枪炮条例第20条 第一项的工作生活工具 也会包含依文化生活 以及依经济生活需要的工具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说 这两个并不是我们的要件 好 第二个小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关于原住民能否使用 现代猎枪如制式散弹进行狩猎呢 答案是可以的 好 理由是呢 金色文的公约第15条 第一项二款 它说人人有权享受科学进步 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 这个条文我们比较少听到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现代的科技进步到哪里 我们人民就有权去享受它 去使用它 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因为我前一阵子生小孩 所以我特别关注孕妇的权利 就是说二十世纪初期 在不久之前 在医院生产的妇女有三成会死亡 对于医生来讲 这是很大的冲击 因为医生觉得说 他们的医术非常高超啊 然后生产过程也很顺利 为什么会有三成的妇女很高 三成是一个非常高的死亡率 然后他们一直不解 后来就发现说 原来他们要去 从别的地方要去产房的时候 都忘记洗手消毒 后来有消毒剂的发明之后 我们妇女就有权利要求说 所有的医生进入产房之前 都要洗手消毒 是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呢这个享受科学进步 对于原住民来讲 就是说原住民有权去享受 去使用最先进安全的猎枪 好 那么 我在关于这个问题 我在补充一个小点 就是我在书面报告里面 没有提到的 这个是我的失误 我现在补充 就是在公正公约 第27条少数民族的文化权里面 就是人权委员会 针对其他的案件 也说也允许原住民用现代的生活方式去维持 用现代的生活方式 现代最新的科技去维持 传统的生活方式 那为什么呢 因为呢 文化权保障的重点 在于保护原住民 少数民族与土地资源利用高度关联的生活方式 它并不在于说少数民族用什么样的枪去打猎 所以呢 接受这样子的概念的其他国家 比如说美国 美国印第安人 Navajo Nation 他们的Hunting Regulation 狩猎法就规定说 你可以使用Shot Gun去狩猎 只是他们规定的是 你可以打几支 他们不在意你使用什么样的枪 Shot Gun就是 翻译成中文 就是一般的制式散弹枪 好 小小的补充到这里 好 第三个小问题是说 关于持有自制之猎枪 是否指持有自己制造 或寄售他人持有之自制猎枪 好 那么我的 这里的答案是 是有包括 那理由有两个 好 第一个是 立法者刻意将制造 还有包括持有 与持有分开列举呢 我们就可以从立法者的 那个 立法的意志去推断书 它其实是允许 那个原住民 他可以寄售他人持有 就是说 你自己不会做 你可以拿别人做的啊 是这个意思 那第二个主要的理由是 这个 这个呢 假设 假设你不允许他 使用他人制作的话 这个会跟 与社会分工的现实相位 而且呢 你同时也限制了 原住民去使用新科技 或新知识的禁用 这也是我们刚刚讲到 金社文公约第十五条 第一款 所讲述的一个权利 好 第四个小小的问题是 关于野生动物保育法 第21-1条的传统文化 是否包含自用呢 我这里的 我这里的意见是 是 原因是因为 金社文的公约第十五条 人人有权参与文化生活里面 那个委员会呢 他会针对公约的每一条 去阐述 他为了要去阐述公约里面的条文 他有发表一个公布一般性意见 general comment 好 针对这个文化生活 他有发布一般意见书第21 那么在第十三段这里 好 我有画一个底线 好 第十一 文化是一个广泛包容性的概念 包括人类生存的一切表现 那到底文化是什么呢 第十三段这里有讲到 好 文化包括生活方式 语言 好 太多了 我就不念了 大家可以看 重点在于这里 有一个圆圈圈 是文化也包括食品喔 就是说如果这个食品是你 是你一直有在吃 就是你的传统食物 它也会是文化全保障的内涵之一 所以我在书面报告中有说到 如果说三腔三羊是原住民的传统食物 那么它也会是文化全保障内容 也就是说 它吃三腔 吃三羊 这个自用的行为 也会是传统文化的一步 好 第五个小问题是 关于违反原住民族基于传统文化及记忆需要裂捕宰杀利用野生动物管理办法于非记忆期间裂捕保育类野生动物是否仍能免责 好 我的答案是 是 可以免责 为什么呢 好 留在这里 野生动物保育法第21-1条呢 它其实开放原住民基于两个目的去进行去裂捕保育类跟一般类的野生动物 两个目的 一个是基于传统文化 一个目的是基于记忆 好 那么 主管机关它所列的这个这么长的名字的野生动物管理办法呢 它只开放了就是在记忆期间去狩猎 也就是说 这个野生动物管理办法它其实是不当限缩了母法授权范围 它违反了法律保留原则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是这个管理办法是无效的 好 所以这个答案 这一题的答案是 是 应该可以免责 第六个小问题 关于原住民族基本法是否优先于野生动物保育法 好 这一题的答案是 是 这个比较复杂一点 它必须为了要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们要从立法背景以及历史解释来看 好 为什么我们会有原住民族基本法这个法律 它其实是为了要落实原住民族自治 以及原住民族的基本权利 好 那我们中华民国的法律规范呢 99%都是以汉族为中心的 就是因为生存在台湾这个本土里面98%是汉人 这是很自然的法律规范 主要是以汉族中心 这个没有什么好规则的 但是呢 这样子的结果 它可能会破坏了原住民的传统文化 让原住民有很严重的剥夺感跟抽离感 好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们的民法不是规定说 每一个小孩都有继承权吗 对 我也认为是 我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 好 但是就很多族的传统文化里面 只有他们是长寺或者是长子继承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的传统文化 原因是因为老二老三老四 他们结婚之后就离开家里了 只有老大会待在家里吃家 照顾家里的老人 所以就他们来讲 由老大去继承家里的那种家产 是很自然的 因为家里都是你在照顾老人 家里的老人都是你在照顾 所以这个民法是用在原住民身上之后 变成老二老三老四 明明二十岁就已经离开家 从来没有回到家 突然爸爸妈妈过世 他就回来抢财产 会造成他们很大的内心的冲击 那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例子 好 那么随着1980 1990年代的国际人权潮流 那后来就是制定了 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力宣言 那么国内在这样子的潮流之下 也在1997年在《宪法征绣条文》第十条 第十一款增订了保障原住民文化权 这个大家都知道 然后呢 在2002年的事 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的国家元首 也与原住民族签订了这个原住民族 与台湾政府新的伙伴关系了 这个东西其实是从国外来的 Nation to Nation 然后大家会认为说原住民 他在这个土地上生存了好几千年 然后那现在统治者是外来者 我们应该要尊重等等等等的 好 那我就不再赘述 所以有签了这个伙伴关系 那可是我们的法律 跟原住民有关的法规范 法位阶约都非常非常的低 那依然法律是以汉族为中心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保障 他的人权呢 后来在2005年国会就通过了这个 原住民族基本法 我要讲的是这个原住民族基本法 其实它的内容就是 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力宣言直接扣过来的 内容绝大多数 那为什么我们不去签 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力宣言呢 因为我们爱与国际地位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能去签 所以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去通过其他法律 或者是用施行法的方式 将国际人权的公约去引进国内 所以呢 原住法的立法目的 是为了要使政府跳脱既有的政策框架 采取更具有开展性思维与态度 以及进行制度性保障的建制与改造工作 所以从这里大家就可以了解到 好 那关于原住民族基本法 是否优先于野生动物保育法 是 是的 好 好 第七个小题 比较简单 就是说 所猎捕的野生动物 自己食用 而与记忆无关 是否人受法律保障 答案是是 因为自用为传统文化的一环 好 最后一个小题 关于原住民族基于传统文化 及记忆需要猎捕宰杀 利用野生动物管理办法 未依原基法第21条第二项规定 经过咨询并取的原住民族 或部落同意参与的效果是怎么样呢 好 好 我先 答案是无效的 好 依据行政程序法第151条 好 那么主管机关在订定相关的法令的时候 他必须要依照程序法 或者是有其他相关的法令 好 那么大家可以看这个时间轴 这个野保法第21条呢 它是在93年1月13号制定的 所以呢 那么主管机关就应该要依照这个法律 去订定这个相关的野生动物管理办法 但是他还没有定还没有定 后来隔年 94年1月21号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条就制定咯 这是一个新的法律 那按照第21条 就必须要去取得原住民族的同意嘛 但是主管机关没有 后来他制定这管理办法的时候 他一直去就是忽略掉这件事情 所以这会主管机关没有依照原基法的规定 资商并取得原住民族部落的同意 这个是在法律上来讲 在行政程序法来讲 是一个重大明显之瑕疵 因属无效 好 最后有关王光路案的法律意见 这个会 这个很短 因为都跟前面讲的点是有重述的 就是王光路案只有两个真点 第一个真点是 行为人持有他人自制之制式猎枪 是否符合枪炮弹药管制条例 第20条的适用范围呢 答案是符合 那原因是因为持有 包含技术他人制造或持有 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自制猎枪呢 包括叫先进安全之制式猎枪 我们之前都已经说过了 好 第二个真点呢 是行为人以自用为目的 于非传统记忆期间进行狩猎 人否适用也是动物保育法 第二十一之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答案是可以 因为传统文化包含食品 那么以自用为目的 当然可以适用野包法第二十一之一条 好 那么还有这个野生动物管理办法 不当限缩母法授权范围 因数无效 那么原住民是可以在非传统记忆期间 进行狩猎的 好 以上是我的报告 谢谢 好 谢谢郑教授的高见 那么你刚刚所讲的 跟你提出来这个书面 有这个比较详细 你刚刚所讲的比较详细 是不是在我们庭后 你再可以补充给我们一些资料 好不好 是没有问题 好 谢谢 那么我们请简便双方 来对于郑教授的高见 有什么意见要补充的 要表示的 简方 有没有 简单讲好不好 郑教授 我这边请教一个问题 因为你有一篇 由盛顿权文化权而来狩猎权 从美国最佳法院那个著作里面 因为你提到印第安人他们与生俱来的 那个 这个基本的那个 是他与生俱来的权利 那这里面你也提到 就是说在美国的那个 他是非盈利自用 那个就是也可以 有那个在盈利上的用途 那在我们这属于生存 他们的生存权 那在我们这边 刚才用那个所提到的是 就是有几十的部分 自用几十的部分 那这个盈利的用途 在我国的适用上面看是如何 谢谢 好 谢谢吴检察官的提问 我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我其实我个人在 在好几次研讨会也强强调 原住民的狩猎权 会包含以盈利为目的 我就是说他可以去狩猎 进行狩猎 然后把那个狩猎物把它卖掉 对但是因为跟我们本案无关 所以我完全没有提到 是需要再进一步回答吗 不用谢谢 是 辩方 没有齁 好 那么 其实 我想两位教授 我也觉得说 不公平 要讲的话 都被郑教授讲完了 没关系 我一定会让你们讲 你们都很有虚问 好 来 我现在请 这个 我这个原住民委员会 还有相关的主管机关 也应该表示一下意见 我先请 这个 我看就先从内政部这边讲 内政部的代表 有没有什么要提出意见的 内政部这边没有意见 没有齁 那农委会呢 没有 那农委会呢 那农委会呢 跟什麽来报告 我想刚刚 郑川儒教授所提到很多的论述 因为民会是完全认同并支持 OK 好 那我紧接着就请 蔡教授 毛你来提供高见好不好 好 审判长还有各位 挺上各位法官 大家早安 首先谢谢 这个 郭院的邀请 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 针对这个案子 提供一些 自己的一些研究的意见 那我自己本身 是赛德克组 所以呢 也可以叫我阿威 这是我自己的族名啦 所以 城邀长今天也学到了赛德克组的名字 好 那我首先在针对到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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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到底对于 包括各位法官在内 就是说大家如何去认知原住民 或者原住民族在各位的生活经验里面 到底怎么去理解我们究竟是谁啦 那我们从整个历史文献的一个发展来看 其实到民国83年之前 原住民的概念是不存在中华民国的法律体系里面 所以呢 其实在民国83年以前 其实原则上 从这个民国34年到民国83年 将近50年的时间 在台湾 这块土地上 原住民是被三包来被指称的 那在这个民国34年以前 其实从十五十六世纪 大概用了四百年以上的时间 都用翻这个概念来指成原住民 所以呢 其实对于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民来讲 好像认识跟理解原住民 是用华纳来理解比较快 那对于很多台湾的朋友来讲 甚至我们可以算民国83年到现在 原住民其实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法律的使用 正式的使用也不过才二十多年的时间 所以那这究竟影响究竟是什么 它的影响其实也就造成了 其实原住民族的过去是被忽略的 那这个忽略还好 被曲解了就很严重了 那为什么会被曲解呢 其实也就产生了 其实在现在的中华民国的法律 有很大一部分 都仍然是建立在过去的四五百年时间 对于原住民的理解 也认为原住民在文化上是落后的 生活习惯上面是应该要被改正的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想法 其实都充满了国家在殖民时期 对于原住民族的论述啊 是把我们想象成是一个野蛮人 所以呢国家有这样的一个责任跟义务啊 要把一个生活落后文化低落的族群啊 让他讲白话一点 好像是一个回到正土 所谓的正土就是一个 以汉人文化为思维的一个正土 所以其实我们先姑且不谈今天的法律 其实现在有部分的中华民国的法律 在协助或者说承认原住民族的权利上啊 都还是建立在一个原住民族是一个需要被改善的人 那也就可以显现在说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原住民族持有自治列腔 为什么我们只能够使用几百年前的腔 因为我们的法律仍然认为原住民是生活在过去那段时间里面 而不是在现阶段属于一个现代生活的成员之一啦 这是第一点我想跟大家谈的 那第二个部分我们继续来谈 也就是联合国大家今天很多包含了这个检方也好 辩方也好或我们刚刚郑老师 其实都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 原住民族的定义啊其实应该要从国际上面来做理解 那这段文字呢其实是联合国在1986年所提供的一段 这样的一个尝试要去定义原住民族的一个概念 那我把它分成了四个部分来说 也就在来说今天我们要去理解原住民 必然的应该要先从这四个面向来谈 他有一个历史的面向 而这个历史的面向 我们一定是一个过去被侵略跟被殖民的一个社会的历史延续 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被侵略跟被殖民的过程 我们并没有消灭 我们并没有消失掉 而继续的延续到现在 而继续延续到现在呢 能够让我们跟社会上其他具有支配权力的关系啊形成差异 这个差异就是我们的文化的显著性 包含了刚刚所提到的两份公约里面 都有提到了原住民族的文化生活 跟土地之间的紧密连结关系 都可以去凸显出原住民族跟一般人之间的差别 那包含了在整个殖民的过程里面 而产生出原住民在今天绝大多数的国家里面 都是属于一个被支配的一个社群 那可是呢 虽然我们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压力 但是原住民并没有放弃作为一个原住民族的一个自主跟自治跟自觉的权利 所以呢 我们为了要能够让我们的文化能够继续的延续 所以我们会非常强调我们自己的世界观 以及作为一个族群的这样的一个认同性 而这样的一个价值其实就应该要显现在 我们要理解原住民族基本法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那附带一提 在去年中华民国的总统 也延续了其他几个先进国家的一个先例 也正式的对原住民族提出道歉 那我摘入了几个道歉的文字里面有提到 特别去提到了 就总统特别去提到了 我们为什么要在宪法拯救条案里面 来去更正我们所使用的三包改为原住民 因为总统也特别去提到了 因为三包是一个歧视的概念 所以很清楚的也就代表了 当我们今天宪法修正把原住民的这样一种概念 放到宪法里面去代表的是什么 去除了这样一种支配的关系 跟不对等跟歧视的关系 然后呢他也去提到了 过去种种的不公平啊 有很多人都认为那是一个人类发展的必然结果 也就是说看起来好像过去有很多人认为 因为我今天实力比较强 我用比较强大的经济力 比较强大的武力 比较强大的甚至一种所谓的货币经济 带到部落里面来改变了原住民族 那是原住民必须要承受的 但是这个从今天人权的角度去看 他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那第三点总统的道歉文里面也提到 我们有一个非常进步的原住民族基本法 但是这部法律却没有获得政府机关的普遍重视 这就让我们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质疑 原住民族基本法也是立法院删除通过的法律 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法院依法审判 可是原住民族基本法却没有发挥 他应该有的一个功能性 所以我觉得今天所有的一个 原住民族的一个权利的争议也好 或者回到这个个案本身来讲 其实都必须要回到一个问题的根源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原住民族 在这个国家里面应该有的权利 跟应该有的角色 那学术上我想包含了不同的国家也好 或者说整个国际的潮流 其实都朝向是把原住民族 当作是一个特殊权利的形态而存在 而这个特殊权利的形态 又必须要回到国家建立的过程 我想刚刚辩方律师 我引用他刚所提到的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条第一项的立法理由 就提到了原住民族是先于国家而存在的 换言之原住民族跟国家之间存在的是一个 因为国家建构的关系而产生了原住民族权利 要如何能够在一个国家建立之后的法律体系继续被承认 那在美加纽澳等等这些英美法普通法体系的国家 其实非常强调要去承认原住民族本来就存在的一个占有的权利 而这个占有的权利就回到所谓的Original Title 这个是美国法使用的Indigenous Title或者是Aboriginal Title 这个是加拿大跟澳洲法所使用的 纽西兰使用的是一个Native Title的概念 所以换言之这样的一种权利会在国家在原住民族土地 一建立的那一个时刻的时候就已经被确认 就已经被承认 好 那这样一种权利的性质本身我想 我们用一个加拿大在1763年所颁布的皇家宣言 他非常确认了一件事情 国家的主权跟原住民族之间存在了一个非常神圣的政治的信托 所谓的信托也就是说国家主权对于原住民族 是有一个受托人的责任 而这个责任本身 他就是必须要采取保护原住民族权利 跟维护他利益的作为或不作为 所以原住民族权利的前提 就是因为国家对于原住民族有一个信托的责任 这个信托责任的来源是 原住民族容许了国家在原住民族土地上建立国家 而这个合议啊就让了国家你必须要去保护原住民族权利 让它能够继续的存在 当然我前面所说的是一个普通法体系国家所采取的做法 那么像我们台湾不是一个普通法体系的国家 我们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精神回到我们的立法体系里面来 这就必须要回到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0条里面所强调的一件事情 这个也是刚刚辩方律师有强调的一个价值 换言之原住民族是在国家建立之前就存在了 所以呢原住民族权利在目前的做法大概有两种情况 也就是一种方式是把原住民族的文化历史价值观 把它结合在我们现有的法律体系里面来 另外一种立法方式呢就是去通过一步平行于中华民国法律而存在的法律 这个两种立法我们都有 第一个当然就是原住民族基本法 那第二个所谓的平行的法律呢 最具有代表性的目前来讲就是原住民族传统智慧创作保护条例 它所保护的是一个对于很多学法律的人来说 都把它用一个智慧才安全的方式来去理解 但是它却不是纯粹的智慧才安全 它是一个平行于智慧才安全而存在的原住民族权利 所以这个是我们去延伸了国际普通法的国家里面 确认原住民族存在的一种方式 结合到中华民国法律体系里面来的一种做法 那作为一个特殊的权利在内国法上的实践是如此 但是在国际的实践上同样存在 所以包含了今天很多人都提到的 两公约里面的23号一般意见书跟21号的一般性意见 甚至在消除一些种族集市公约的23号一般性建议书 也都去提到了所谓的传统领域权的这个概念 所以特殊权利不是一个非常态 而特殊权利对于原住民族的权利保障 其实它是一个常态 它应该要是一个常态 也因此从一个特殊权利的角度出发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也就是原住民族有权利依据自决权 作为一个特殊民族 在一个国家法律里面而存在 而原住民族基本法本于这样的一种 这个寄存的占有 我们又要去承认原住民族 现存的原住民族权利 而从其他国家的一个做法里面来看 原住民族跟政府之间是一个特别的信托责任关系 要求政府要用尊重的态度来处理原住民族事务 所以其实从很早期 即便说到目前为止来说 我们有一个原住民保留地的政策 而这个制度本身既然它是一个保留地 实际上就是由政府为原住民族保留 然后呢协助让原住民族 逐步的把土地回复到原住民族的持有 跟管理的状态 它这个信托责任从土地的这样一种制度上 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依据 那讲完了这个部分以后 我们再来谈第二件事情 也就是法律的适用上 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去判断 其实这要去回到一个原住民族 有一个习惯法的一个禁用的权利 那这样的一种制度本身 其实在国际组织的相关的规范里面都有提到 包含了原住民族权利宣言第27条 有提到应该要充分承认原住民族的法律 传统习俗和土地所有权的制度 然后在国际劳工组织 第169号公约第8条也提到了 原住民族有权利保留原住民族自己的习惯和各类的制度 而国家在实施立法和规章的时候 也应该要适当的考虑原住民族的习惯和习惯法 而这样的一个想法 回到我们原住民族基本法第30条第一项也提到 政府在实施司法跟相关的救济程序的时候呢 应该要尊重原住民族的族语 传统习俗文化以及价值观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到一下 我们原住民族的习惯和文化 其实是逐步的在我们国家的法律里面被建立的 那比较有趣的就是说 因为我们是把原住民族的文化肢解了 所谓的肢解我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像我们目前来说 原住民族的习惯和文化 跟刑事法之间的关系 比较常常会被提出来讨论的 当然就是上面这三部法律 那乔毛当然管制条例第20条说了 原住民族持有自知列项可以除罪 所以必须要是工作生活工具 他在民国九十年通过 在民国九十三年野生动物保卫法 二十一条之一立法 他提到了原住民族 基于传统文化跟记忆 可以去猎捕野生动物 在民国九十四年一月初的时候 森林法十五条第四项也提到了 原住民族在我们的传统领域土地内 依其生活灌束需要可以采集森林产物 那比较有趣的就是说 这三件事情究竟讨论的是不是同样一个文化的概念 那可是因为他立法的时间不同 所以呢他使用的概念就不太相同 换言之其实我们会发现到 立法部门也都是同样的 跟国际公約里面所提到的 人人有权参与文化生活 以及文化是逐步发展的 所以我们在法律用语的使用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演变 所以一刚开始最早的时候 我们其实要去承认的是原住民族狩猎文化 但是我们并没有去非常精确的掌握到 那个用语用的生活工具 但是呢在立法理由里面却非常的清楚的提到 为了要尊重原住民族的狩猎文化 但是文字上并没有自己使用这个概念 但是到九十三年野生动物保卫法 就把文化跟记忆放进来 然后森林法又用了生活灌束 所以呢同整性来看 民国九十四年二月五号公布施行的 原住民族基本法 实际上是会整了中华民国 对于原住民族习干文文化 在法律制度的使用上 一个同整性的一种立法的文字的使用 因为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原住民族的文化 其实包含了文化记忆跟字用 而这样一种文化跟记忆跟字用 在当时的背景 其实套上了一个非盈利的概念 那但是这个盈利的概念 我们要如何去理解它 又可能有不同的方式 也就是说 学商的人对于盈利的想法 跟学文化的人对盈利的想法 可能是不同的 所以在这样一种盈利与否 或者说盈利概念的判断上 也就衍生出我们今天法律 在适用上面的一个争议 适用上的一个争议 那这个争议要如何解决 其实原住民族基本法也找到了一个出口 因为在基本法第34条里面的 第一项跟第二项 特别是第二项有提到了 如果相关法令没有修正废纸立法制定之前 就应该要按照本法的原则解释跟适用它 所以也就变成了前面所提的三项法规 枪炮 野洞跟森林法 都并没有按照原基法的三个概念 来去做调整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样来去解释它 就回到原基法的第34条 第二项里面来说明 我想刚辩方律师也提出了两个单位的一个函事 其实也都在回应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从学术上的一个研究 基本解释原则 大原则 多元文化 而这个多元文化要如何去结合到原住民族基本法的概念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学术上我们提出的一个概念 叫做公平 扩张跟自由化的解释原则 换言之应该要采取是有利于原住民的解释为准 而不是以国家法律用语的技术意义 而是让原住民能够自然理解的语言解释之 那如果是一个抽象的规定 那就应该采取有利于原住民的解释 而应该采原住民所认知的解释跟相关的法律概念 而不是法律性及技术性的解释 生活工具 传统文化技艺生活灌束 它的概念要去理解的时候 应该要回到原住民族基本法的传统文化技艺 跟自用做一个统整性的解释 而这个非盈利的概念呢 我们不能够采原住民所能够理解的非盈利的概念去理解它 也就是不能用一些市场经济的方式来去理解非盈利 而应该用原住民族的生活方式去理解 什么叫做引力 什么叫做非盈利 这个概念才是符合这里面原住民族基本法 所强调的一个基本解释的原则 所以重整我前面所提出来一些 所可以姑且称为学术的理论上的支持 我们回到这个贵院所提出来的几个问题 来我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回复 那研究的问题一 大致上对应到刚刚郑老师所提到的概念 其实现行法下的列腔啊 这个概念本身从来都 我们从法律的文字上 或者说从整个枪帽条例里面的这个结构里面来看 他都没有再强调功能 动力 或者是规格 他没有强调这些事情 所以是否是列腔 其实应该就是要从使用列腔的人的主观目的上面 来去理解它 所以只要是在制作这个枪械的原住民在制作的时候 主观上很清楚的知道 这个枪械的使用是在出于狩猎目的而制作的时候呢 那它必然的就是属于枪炮条例 第20条第一项的自制列腔的概念 那接下来又提到了 如果这个枪支可以激发自私的子弹 或者是具备有一些现代的这样的一种 这种协助 这个使用枪支上面的一些设备 瞄准进这个概念的时候 那要是否仍然属于自制列腔 当然自制列腔 不代表一定是技术上落后 或者是危险性较高的一个列腔的种类 也因此回到刚刚前面所说的 各案的原住民持有枪械 确实是供生活工具之用 也就是文化上使用的时候 就应该要认定属于不构成犯罪的行为 至于这个列腔 是否能够激发填装核种子弹 本来就不是重点所在 如果说我们贯彻这个案的前审的见解 那么就很清楚的 就是好像就承认原住民族文化 在科学技术上是不可以进步的 不能够因为时间的递散 而接受新的科学技术 而只能够停留在技术落伍的时代 那这样的一种见解 其实是对于原住民族文化的歧视 而且更有误解征修条文承认 并且誓言保护原住民族文化习惯的初衷 我想如果仍然采取这种见解 仍然就是把原住民族当作翻 我想这个概念本身 其实就是一个充满争议 或者是这个问题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持有自制的猎枪 是否只持有自己制造 或者是寄售他人持有的自制猎枪 我想这个就牵扯到 猎枪的寄售关系 所衍生出来 枪炮代用管制条例的 第一项跟第二项彼此之间 要适用的时候 该怎么去理解它 那第二个部分 简实是否仍然能办 在这个处罪的范围里面 那我在研究意见里面 提了五种不同的 这个这样的一个类型 就是猎枪的寄售的关系 我想我们就 这个请大家参考来看 那所谓的自制 我先提了 就是说这里面所谈的自制 有部分的食物见解 都要求要全部自制 那但是我 枪化掉条例20条的自制 能否扩大而全部自制 其实是有疑问的 因为我相信 不可能有人 能够全部自制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实际的情况一定是组合 因为一定是行为人 跟特定商家 购买必要的原料 在自行组合加工 所以呢只要回到自制的概念 来理解的时候呢 只要是整个组合加工的完成过程 行为人都有决定是否要续行 以及如何开展 后续加工方法等实质的地位 就应该去认定是行为人自制的概念 因为我们可以从 这个两个 20条第一项 第二项里面 来做理解 那有关于猎枪寄售的关系 其实就在讨论 我刚刚说了 就是这两项彼此之间 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 能够 试用哪一个条款来去处罪 那这个寄售的关系 就请庭上各位法官来参考 我的结论其实就是 其实在猎枪寄售关系上 只要原住民 也就是原持有人 为他人 新持有人 制作猎枪的时候 已经有明确的证据 让他认知到 他人取得猎枪之后 将仅限于符合原住民族 文化习惯的狩猎 那么原制作 并且转让猎枪的原住民 就可以依照第二项规定 来阻缺形式的责任 所以那只要原持有人 在制作的时候 已经出于供其他原住民 狩猎等生活工具之用的意思 那对于他来讲 也可以依照第一项 来阻缺形式责任 这是有关于猎枪寄售的关系 要如何能够去阻缺形式责任的 一个这个意见的说明 那减实的效果究竟是如何 那其实我们回到 其实很多事情 不需要谈得太复杂 因为枪帽条例第二十条 本身就是要除罪 他的目的就是要除罪 所以而他除罪的理由 本来就不是枪支本身 我不是在针对这个枪除罪 我是针对这个使用枪支的人在除罪 因此原住民 应获得国家法律尊重的文化习惯 跟部落传统 其实才是这个条文的本质 所以重心不应该是过度去管设 原住民自制或者是取得猎枪的方式 而是原住民对于猎枪的持有的目的 跟使用的效果 针对研究问题二 我提出了一个意见 那在第三个问题来讲 也就是提到了这个 是否符合这个管理办法的一个狩猎 是否仍然可以免责 那其实刚刚郑老师也提出了 这个管理办法 其实我们可以从文字上 回到母法上来讲 只有两种类型 一个叫传统记忆型 一个叫文化型 那其实这个管理办法 并不是没有去提出所谓的文化的概念 而是我们一般人对文化概念的理解 过于抽象 也就是说文化它毕竟还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记忆它是一个可以把它客观化的内容 也因此行政机关 在处理这样的一个管理办法的执行上 它虽然名列了记忆型跟文化型 可是我们却可以零零种种的看到 它掳掠了一年一大串的 从年初到年尾各个族群的记忆 可是它在文化的概念上 只采用了学术上对文化的理解 但是对于个案的适用上 它不敢去过于直接的适用它 那但是呢 其实我们回到原住民族基本法里面来看 其实管理办法里面 虽然定了记忆型跟文化型 但是基本法里面 仍然加了一个致用的概念 所以我们这里面要怎么样把这两个法律做一个结合 做一个结合 其实就是要回到我们怎么样把原住民族基本法 跟野生动物保卫法找到一种可以接轨的方式 所以第49条原基法第49条第一项第一款 我们要怎么去定性它 换言之 只要原住民在它所属部落的传统领域内 只要不是出于盈利的意识 就是猎捕该传统领域上属于原住民族物产的猎物时 就可以去认定属于文化活动的实践 而能够符合野保法 21条之一第一项的规定 来去排除行者 所以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复杂 而是要能够去结合原基法的这样一种相关的规定 来去处理它 那第四个问题当然就是优先适用与否的问题 优先适用与否的问题 那刚刚辩方律师也提到了这个 最高法院的其中的一个见解 原则上野动法并没有限制 我想在陆陆续续这几年 特别是过去的两三年当中 从地方法院到最高法院都持续的有判决 来去针对野动法 它并没有明文的限制 原住民只可以猎捕一般的野生动物的规定 其实是再三被确认的 我想是实物上的见解 那我们回到这个法律上的定性来看 也就是野动法21条之一第一项 到底是在讨论什么事情 原则上这个条文的规定是要来排除 原住民被告的刑事责任 因此它具有一个除罪功能的要件 换言之既然它的功能性是在除罪 就不应该给予过多的限制 否则它可能就会违反刑法迁异性的这样一种机能 那回到文艺解释上面来看 也条文本身很清楚的就写到的是野生动物 并没有限制保育类或者是一般类 而且这个条文也非常指明 它不受18条第一项的限制 而18条第一项的限制涉及的正巧就是保育类嘛 所以如果我们不把本项的野生动物含刮到保育类的话 那么这个条文里面排除18条第一项的限制 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所以我们从法律的一个适用的解释上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 那有部分的判决也提出过 认为立法院在议决本条规定的时候 附带决议主管机关应该要针对一般类野生动物订定命令 但是这个论点其实只是立法机关当时的附带决议 一来跟陈文法的效率有明显的差距 二来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样的一个附带决议 就认为立法院也就是立法委只许可一般类 却不许可保育类野生动物的猎捕或宰杀 那就违反了明确性的原则 那接下来原作民族基本法本来就是一个优先性 刚刚我想几位已经发言的这个先进都提过了 后法优于前法 那我刚刚前面也提过了公平扩张跟自由化解释的原则 其实从解释上我们也可以去得到原住民族基本法 应该要优先适用的这样的一个性质 在这个问题下面有一个指问题 也就是供自己使用究竟能不能够主缺形式的责任 我想我们结合上面来看 原住民族基本法有很清楚提到制用 所以如果我们采取了原基法优先适用的概念的话 它当然可以被排除了这个形式的责任 那我们从野生动物保育法里面 它虽然只提到了传统记忆型跟传统文化型 但是呢这里面传统文化的概念本身 如果结合了国际公约的一个解释 它可以延伸到跟原基法做一个自用的关系 所以呢我们只要能够从原基法十九条第一项第一款的规定 就能够去比较掌握传统文化的这样一种理解的方式 也因此供自己使用当然是属于这个文化的范畴 也就是生活方式的一个实践 那在这个食物的见解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嘉义地院也曾经针对文化来去提出来 也曾经提过这样的一个说明跟解释 它最后的解释就是说 并非必然要以记忆方式来表达 即使在饮食起居的日常活动中 也可以理解为文化的实践 也因此供自己使用的想法 虽然跟记忆无关 但是呢我们如果能够结合传统文化的理解 获得文化实践的证程 那当然是属于法律保障的范畴 所以重整性来看 供自己使用当然是属于这个文化的实践 生活方式的实践 好 最后一个问题 也就是这个管理办法没有经过资商 并且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参与 它的效率是如何 我想我们先要去理解的是原基法21条第一项 它的权力的属性究竟是什么 虽然它的文字上是属于同意跟参与 但是呢我们其实应该要从一个原住民族基本法 它的这个权力的性质来去理解 也就是原基法其实从第19条到第23条 它在强调的是一个原住民族土地跟自然之源权力的一个建构 所以19条就是我们今天所争议的 20条提到的是一个原住民族传统领域权的概念 21条同意跟参与 22条同样也是 换言之这个同意跟参与 其实它在展现的就是一个原住民族 对于它土地跟自然权力的一个支配跟管理权力的性质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管理办法的立法说明当中 圆明会也提出来 土地开发资源利用生态保育学术研究 以及限制原住民族利用 之所以需要经过原住民族同意 是因为这些行为都有可能让原住民族 土地跟自然之间的权力产生难以恢复的重大变动或灭视的风险 而回到原住民族的定义来看 原住民族跟土地之间的这样的一种连结关系 如果被破坏了其实原住民族作为一个原住民族而存在的 基本人性的尊严跟价值就会被减损 也因此虽然它看起来是程序上面的权力 但是实质上它是一个土地跟自然资源权力的一种管理权力的展现 而这样的一种性质不只在原基法里面有 包含我们新进通过的法律包含了国土计划法 海岸管理法也都在强调这件事情 所以回到21条这个智商同意权的性质 我们应该可以从一个权力保障的角度出发 也就是一个法律上所保障的一个项目 它究竟是一个单纯的利益还是权力 如果它是一个权力我们就必须去关心到 它权力能否被实现的这样一种过程 所以呢如果它是一个主观的公权力 也就是法律它赋予了某一个法律主体 要能够借助有法秩序来去贯彻它自身利益保障的法律力量 那从这样一种作为一个主观公权力的性质 我们延伸到从保护规范理论来说 那法规范的规定啊 法规范就规定行政机关必须要有为一定行为的义务 而这个法规范同时有赋予人民请求行政机关 履行一定行为的力量的时候 就有法定的主观公权力 但是一般上的理解都认为权力是归属于个人 所以呢对于主观公权力的理解 对于个人权力的保障上比较容易理解 但是21条究竟能不能够做一个主观公权力 前提就是在于我们要不要承认原住民族是一个权力的主体 也就是它是一个集体权 所以如果资商同意权是一个民族集体权的实践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主观公权力的理解方式 来去认识它跟理解它 而在客观的功能上做一个主观公权力 它有一个性质是要去保障 在组织跟程序上面的保障 而在这个组织上从原基法的规定 或者整个原住民族基本法在思考的 就是部落作为一个法主体 所以呢透过这个资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参与办法 其实应该要怎么样 虽然它是赋予了授权的行政机关要定这个办法 但是这个办法毕竟会影响到部落作为一个法主体 所能够享有的主观公权力 所以呢它就必须要先去实践 资商跟取得原住民族同意之后 才能够去完成这个管理办法的一个公告 所以既然它没有完成这样的一种程序 那必然的在法律的解释上 它是违反了这样的一种原住民族21条的一种性质 那我的参考文献也附在我的报告里面 就请您停上来做参考 谢谢 好 谢谢蔡教授的这个稿件说明的很详细 我想大家都已经很累了 休息一下 我们后面还有很多 我们也有提及一些问题 我们休息个十分钟好不好 十五分钟好了 十五分钟再继续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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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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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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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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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感谢观看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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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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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